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片中经纪人的脚尖向着张丹丰,在心理学上表明女经纪人对张丹丰有好感有高度的信任感 图片一出,很多人恍然,这不就是当年的王宝强妻子马荣和宋哲吗? 这次人态都一模一样,难道红心是女版王宝强吗? 当然区区一张图片不能说明什么 但此事一爆出,很多网友就找到很多张丹丰和经纪人的同款 左正志则爆料,并且有网友发现张丹丰在2017年的时候,没有给老婆红心送上祝福 却反而圈了经纪人祝福他生日快,还亲切怀他逼茫茫 而且还有爆料称张丹丰和经纪人睡同一个酒店房间 两人的关系引人猜疑,事情发酵得越来越大 这位经纪人在昨天发长文,澄清自己和张丹丰的关系 撑鞋子的同款,只是因为潮流是这样 大家都穿,姑娘的T恤也一样,楼狗都就这样 手表是因为张丹丰录节目不方便,帮忙带着等等 突然从天而降绿帽子 红心这边也在不久前在微博发文澄清,表示昨天张丹丰经纪人并的回应都是真的 他和张丹丰之间的所有东西自己都非常清楚 很多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他俩什么样的相处方式自己最轻 主不过了,自己和老公都当他是一家人 请大家放心 即便如此 但我们发现,红心随后也有回复一些网友的问题 其中在一条回复中红心提到 我在的时候,他也是喜欢找穿着玉袍跑来我们房间的 以后我再让他注意点 这个回复非常奇怪 很多网友看完后都觉得 难道经纪人是小学生吗? 为什么这么不自重? 随便穿着玉袍进入已婚男士房间 这不是勾引是什么呢? 更有网友觉得 红心这般话好像在暗示自己 其实是知道张丹丰和经纪人的关系的 但他也管不了 这个回复似乎有提醒张丹丰他们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 这次帮你们澄清了 你们别再搞什么幺蛾子 似乎也验证了一些网友猜测 红心知道事情默认二人关系的爆料 事情到底怎么样在没有更多实锤前 也很难去猜测 不过有王宝强的前车之剑 希望红心还是能好好处理这种空学来风的事情吧 大家觉得经纪人这种穿越跑跑两口子房间的行为 是无心知识还是有意的呢 微信号 Alo Smith喜欢请分享 毛毛大 一级换新logo咯 各位闺蜜认准正版以实数的眼睛看娱乐 最有料的娱乐研究者 CM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感谢观看